赞吉克我们开始学习了葡萄汤磷酸变味酶的知识 那么我们知道葡萄汤磷酸变味酶是人类糖代谢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酶 它催化了葡萄汤6磷酸盐和葡萄汤1磷酸盐之间的复患 那么我们在现在开始来学习有关葡萄汤磷酸变味酶的基因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葡萄汤磷酸变味酶是一个浮基因作为同工酶 它有三种PGM1、PGM2和PGM3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学习PGM1的基因 PGM1的基因它是位于第一号染色体31.3代这个地方 它的那个基因的总长度有67个KB 编码两种钛链一种是562个氨基酸残疾 一种是580个氨基酸残疾 那么它们对应的分子量 就是562个氨基酸残疾对应的分子量是61个KD 而580个氨基酸残疾的那个氨基酸残疾对应的分子量是63KD 那么其中的580个氨基酸残疾的那个PGM1呢 它是实际上是那个短的那个就是5562个氨基酸残疾的那个 它的分子量是61个KD 这个PGM1呢 它本身有很多种等位基因 至少我们目前已经发现了八种等位基因 分别是PGM1 1加 PGM1 1减 PGM1 2加 和PGM2减 PGM1 还有 它还有另外的 比如说PGM1 3加 PGM1 3减 PGM1 7加 还有PGM1 7减 这后边四种这个等位基因呢 它的频率很低 所以说我们现在暂时不忙学习了 PGM2它的那个基因呢 它位于第四号染色底的14区 它的总长度 这个基因的总长度是36个KB 它的那个编码一个612个氨基酸残疾的多态 这个这个氨基这个多态内呢 它的分子量是68个千道尔顿 PGM2本身它主要参与核糖与脱氧 脱氧核糖等五碳糖的代谢 当然它也可以就是说参与 葡萄糖6磷酸盐的代谢 但是它主要都是核糖和投氧核糖的代谢 PGM3呢 它们基因位于第六号染色底的14.1到15区 它是一个33KB的那个基因 编码是542个氨基酸残疾 它的多态链的那个分子量呢 是60个KD 就是说千道尔顿 PGM1它是一个浮等位基因同工酶 它是我们法医学中最常用的遗传标记之一 在1964年 Spenser等人用这个淀粉轮胶电影发现 PGM1的多态性以来 人们不断地改进方法 希望能够把这个方法变得更方便更准确 然后人们用这个穷脂糖电影 发现电影来测定它的这个多态性的时候 就是当初Spenser等人用淀粉轮胶 就要发现它是普通性 只有只能够区分PGM1和PGM1、2 这两种基因的多态 那么人们用穷脂糖电影的时候呢 就发现它的这个PGM1的区带存在不均一性 什么叫不均一性呢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存活值的 PGM11型或者PGM22型 它有的带是很锐利的 有的带显得比较模糊 比较胖 就是说好像PGM1和PGM1之间是不一样的 PGM2和PGM2之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然后人们继续改进这种电影的方法 继续改进这种技术 然后就在1972年 Kawata等人首先用这个等电技术的方法 发现了PGM1的亚性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种淀粉凝胶方法 来做这个PGM1的测定的话 那么我们就只能区分PGM1和PGM12这两个等位基因 它们相应的基因型是PGM11型 PGM22型或者PGM21型 它们对应的表现型也是一样的 PGM11PGM122和PGM21 这个图就显示了这种模拟图 就是这个是它的表现型 普通就是说那个淀粉凝胶电勇的那种表现型的模拟图 那么这个PGM11型 在这个地方 11型对应的是A这个地方的一条带 或C这个地方的一条带 那么2型的对应的是B或D这个地方的两条带 那么21型就是这两者的叠加 ABCD这四条带都有 上面的这些带都是PGM2的带 PGM2大家知道它是没有个体差异的 所以说这个和我们讲的这个叛行没有关系 这个是无关的条带 那么除了我们发现的这些比较 就是说这些PGM11和PGM12的 这两个常见的等位基因 引起的这些常见的三个表现型以外 PGM1它用普通凝胶还有一些发现的 很多那种稀有的表现型 它的分别就是编为PGM13和PGM18这几个等位基因 那么就像这前面这三个样本的这个带型就和前面介绍的一样 这个是1型 2型的AC和BD这两个带 然后21型是两者之间叠加起来 那么31型 大家看这个3这个带 这个1这个AC这个是1型的带 对吧 然后这个3的带就在这个地方就叠加起来了 它和这个是3 这个带就是和PGM2的带叠加起来了 那么3二型 它这个2的 这个B和D带 这个3的有一条带 也和这个2型的这条带叠加起来 然后这和上面的2型的带叠加起来 所以这种判型有时候会遇见麻烦 就是稀有表现型的时候 这个看见有时候可能会误判为这个2型 是吧 这个它叠 但是这个它这个带是要胖一点 也就是说仔细观察还是应该能够准确判刑的 那么41型和42型 这个4的带 它是一个没活性有缺陷的带 这个很弱的两条带 这个是1带 这个是4的带 然后52型 5型的这个带是比较和那个2型的带 比起来更靠近阳极侧 就是运动度更快 61型 61型它是更靠近阴极 比1型的更靠近阴极 而且它的那个没活性也比较低一点 然后71型 71型和那个 它这个带对2型的更靠近阴极 更靠近阳极一点点 就是说比2型更快一点点 这个2代 这个是7代 然后81和82 这个都是很靠近阴极 就是它运动速度很慢的 这个是8代 这个地方 这个是很弱的 这个和1代 就是融合在一起了 那么PGM1的亚型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的亚型都是要用这个 聚丙线跟凝胶 等电聚焦 才能够区分亚型 亚型呢 它就可以把它分为 PGM1 1加 PGM1 1减 PGM1 2加 和PGM1 2减 这4个等位基因 这4个等位基因 排列组合起来 就有10种亚型 前面已经说了 就是1加的存活值 PGM1 1加存活值 PGM1 1减的存活值 PGM1 2减的存活值 PGM1 2加的存活值 另外它组合起来 PGM1 1加2加 PGM1 1减2减 PGM1 1加2减 PGM1 1减2加 PGM1 1加1减 或PGM1 2加2减 这个就显示了这个模拟模拟图 这个是PGM1 2加7减 PGM1 1减2加6减 有Pgm2的带 然后这个是2加 这个是2加1减 这个是1减 这个是2减 然后这个是1加2加 然后这个是1加2减 这个是2减的存活值 这个是2加的存活值 然后就是2加2减的那种杂活值 这四个红圈里边的 就是反映的是存活值带的 带的就是1加1减 2减和2加的那个存活值 它在带的位置 然后其他的这些都是 这几个带的排列组合起来的 Pgm1的基因 它是位于1号染色体上 那么它的那个多态性的基础 首先是在第4号外显纸上的 第220位密码 总的是第723位剪辑 发生了一个点图变 所谓的SNP Singalucleotide polymorphism 就是由这个1的C变成了2的T 就是1都是CGT 不管是1加1减都是CGT 然后2那就变成了TGT 2加2减都是一样的 另外在那个第8外显纸上的第419位密码 也就是总的第1320位剪辑 发生了也是一个点图变 这时候就是加减的不同 加的是TAT 不管是2加2减 不是2加1加都是TAT 而减的就变成了CAT 是1减2减都是CAT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两个SNP 两次那种点图变 然后通过基因类的那种复换 形成了4个等位基因 所以说这个1和那个 就是说CGT和那个加在一起 就是TAT 这个CGT TAT 这个就是1加 所以它和减在一起 CGT和这个CAT在一起 这就是1减 所以这是同理 然后这个2的 就是TGT 如果它和那个减的 和加的就是这个是TAT 在一起就是2加 然后TGT和那个减的在一起 它就是生成了就是2减 所以这个是排列组合的原因 那么我们这个表就总结了 它这个等电聚交表现型 和它的那个 我们用测DNA 它的SNP的方法 来测定它的表现型之间的关系 那么它的 大多数都是E1对应的 就是说E加 那么它是CGT TAT 然后E减是CGT CAT 然后E加1减是CGT TAT CAT 然后E加是TGT TAT 然后E加是TGT TAT 然后E加是TGT CAT 这些都是都是很对应的 很成功的 比如说E加2减 那么前面前面是2的TGT 然后加减都有 就是TAT CGT 然后E加2加 就是这个是加 然后前面是加是TAT 然后前面 E和2就是CGT和TGT都有 然后E减2减 因为它都是减是不错 所以这是CAT 然后前面的也是E和2都有 是CGT和TGT 这是杂货者 这后面是加减 这个是存货者 但是有两个表现型 这个是要大家要注意 这是E加2减和E减2加 那么这个四个 它的那个多态性的那种 那种核杆酸都在那 所以它前面有那个CGT TGT 后面有TAT CAT 这个也是有CGT TGT 然后TAT CAT 也就是说这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测量出来 有一点那种不一致的地方 就是我们用IE可以把它很容易的 就前面已经显示了 很容易的区分出来是 1加2减和1减2加 但是我们如果只做那个SNP的话 用那个DNA测量的方法 我们就不能区分这两种表现性 所以说虽然说我们就说DNA测量 是对于那个蛋白测量的 算是一个技术的进步 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进步 是吧 事物都是所谓的一分为二 那么并不是说我们就用DNA测量的方法 就不能区别这个 1加2减和1减2加 这两种基因型 只是我们如果要用DNA方法来确定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那个那一段DNA克隆 然后直接测序 然后才能确定它的那种组合的方式 而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这种指测 它那个SNP或者说MCSPCR 或者说PCRFLP的方法 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测定 这个显示用三个式法 那个测序的那种前面的这两种 它那种多态性 就是两种SNP的那种图形 这个这一行都是C 这一行是G 是T 是A 是吧 然后这个CGT 也就是说CGT 它是这个 然后 这个它的CGT 应该是 1 对不对 CGT是四号染色体上的1 然后这个是 T 这个是T C TGT TGT就是那个 2 TGT是2型 就是四号染色体上的区分1 2 然后下边是8号染色体上的区分 它是区分的是加和减 这边的是T 这个是TAT TAT 那么 TGT TAT TAT TAT代表的是加 TAT 这个是加 那么这边是这个是 CAT 这个是减 这个是加减 就是说 既有T 也有那个 就是 既有那个 T和这个 C 它是在一个水平面上 是吧 TAT或者CAT都有 这个是加减的那种杂合子 在群体医生学上来说 大多数群体呢 它都是PGM1的那个 频率最高 就在普通形上来说 最高可以达0.9左右 那么我们中国国民处的 那个PGM1的基因频率 大概在0.59到0.83之间 绝大多数民区的 PGM1的频率呢 和其他人的 亚洲其他地区 或美洲的白人 黑人 或者说欧洲的 多数群体之间 就没有明显的差异 PGM1的亚型呢 它的基因频率 在各群体之间 也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也就是说 PGM1它的亚型 它因为它有四个 它的亚型至少有四个 常见的等位基因 所以说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DP值就很高 可以到0.6左右以上 是所有霉型系统中最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 法医学应用上来说 它的意义是最大的 那么PGM1它的那个 等位基因频率 没有明显的种族差异 这个说明什么呢 一般来说提示 这种信息提示 这些图片是在 人类种群分化之前 产生的古老图片 也就是说这个PGM1的 那些图片 是很早就产生了 在是现在人类国种族的 那种共同的祖先 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好 这个表就显示了 这个PGM1亚型的基因频率 在我们就是说 中国和其他一些 这种对照的那种 国家的那些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PGM1的 一加的它的频率是最高的 那么它是从 最高的是 朝鲜族0.663 但是和最低的 这个是 拿西族0.555 它差别也不是很大 对不对 只差0.1% 也就是说 不 百分之十 就是说这个差别不算太大 然后大多数都在 0.6左右 那么PGM1的 一减的 一减的频率就比 一加要低很多 那么 除了这个 拿西族有一点特殊以外 就是它到 只有 百分之三点五 其他的都在十几 从10.9 就是朝鲜族的10.9 到那个 壮族的 将近15 然后汉族 12.6 到11.7 百分之 就是这些都是 都是很接近的 它对那个 即使和那个日本人 和英国人比较起来 它的频率也是很接近的 那PGM2加 2加的频率呢 就是 拿西族 这个它都很高 它比其他的都要高 那么汉族 也比较高 总的来说算是比较高的那种 就是北京的汉族 有百分之 二十多一点 算是 除了拿西族以外的 第二高的 然后 广州的汉族 也是17.2 也是相当高 那么最低的是 那个英国人 只有百分之十二 那么PGM2加 这个2加呢 这个基因是 频率最低的一个等位基因 那么在这个 拿西族 就是它也是最低 只有0.04 百分之 就是说百分之十 然后最高的是 壮族 百分之十二 然后汉族的是 除以中间 就是百分之六点七 七左右 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十 还有其他的一些 发现了一些 其他的那些 其他的一些基因 就是一般都没有达到 当然这些 总代了 它的变异达到了 多态性 你把它作为一个基因来说 可以达到多态性 但是它往往是多 多个基因组合起来 所以说 这些都是稀有基因的 PGME的它的蛋白 它的多态性的分型方法 首先我们看 剪裁 我们首先是用 因为我们是红细胞 美性 所以说 我们用的最多的 还是把那个红细胞 作为我们的剪裁 我们把血液抽取以后 然后首先把那个 就是抗凝血 然后把它抽取以后 然后离心去掉 它的那个血清 去掉血清以后 然后再用红细胞 把那个血 把那个不是 再用生理盐水 把红细胞洗个两三次 然后洗去那些 血浆里边的蛋白 然后再把那个 生理盐水去掉 加入 一般是等体级的蒸馏水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边 冻 然后把它融化 再冻再融 大概弄个 两三次以后 就把那个红细胞 全部把它融化了 不是冻融以后 然后这些红细胞的 那种红细胞 自身的红细胞 融解液 就可以用来做 那个红细胞 酶型的解液 那么如果是血痕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 做那么多的工作 就是直接用 把它那个血痕剪下来 剪碎以后 用0.05摩尔的 二流酥糖绳 把它浸泡一下 可能放冰箱里边过夜 然后把第二天 把那种静液拿出来 直接加氧 就可以做那种 血型的 红细胞眉型的测理 如果是金叶样本的话 那么我们把金子 分离出来以后 然后加等体级的 蒸馏水 冰冻处理 就和纸红细胞的 解离液的 溶解液的那种 相似的方法 就可以做 那么金斑样本 也是一样 直接用 蒸馏水清泡后 就加氧 如果是毛发的样本的话 因为毛狼里边的 那种细胞才有 这个霉的 毛狼里边的那种细胞 才有这种红细胞 霉型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 毛根把它 有带毛狼的毛根 把它压扁 然后用缓冲液 浸润以后 然后就加氧 人体组织的话 要把它制成云浆 然后用干净的纱线 或者加氧纸 把它粘了以后 把它提取里边的那种 那种液体 然后就加氧 好 PGN1的电勇分析 我们一般是 用那个 淀粉凝胶 或者现在也经常用 这种裙子汤凝胶 电勇 那么当然如果是 我们要缺分亚型的话 那么必须要用 聚饼形线干凝胶 做等电矩胶才行 它的那种显色的话 我们用电子转移染料 染色阀来显色 这就是电子 所谓的那种 电子转移染料 显色阀的那种机理 首先是 葡萄汤 当一磷酸炎 在我们检测的 PGN1的作用下 然后再加上 一流二磷酸炎存在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 还应该有那种 鎂离子的存在的情况下 它就变成了 葡萄汤六磷酸炎 因为它是催化 一磷酸炎和六磷酸炎 的那种复化 所以说这个地方 一磷酸炎多了 它就变成六磷酸炎 这个葡萄汤六磷酸炎 然后在那个 激流PT 另外一种煤的作用下 就变成了 六磷酸葡萄汤酸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它就把那个NADP 还原成NADPH NADPH 然后再或者MTT 在那个PMS存在的情况下 把那个MTT 转变成甲钳 甲钳是蓝色的 不溶解的 甲针 把那个甲针是一个 不溶性的固体物质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在那个 在那个 我们这个凝胶上面 就显示了这种 蓝色的 代谱 这个上面是一个 等电聚焦的 PGME的等电聚焦 分形的结果的图 这个是 就是说实实在在的 分形结果的图片 这个是 2-1加 这个是 2-2-的 带在这 1加的带在这 1-的带在这 这个是 2-的带 不是 这个是2-的 这个是2加的带 应该是 所以说这个是 2-1加 这个是 1加1- 这个是1- 这个是2加1- 这个是2加1加 就是总的是 加更靠近 这个上面这个 阳极层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1加的带 1加的那个存活值 这个是 这个是 2加2- 这个是1-的存活值 然后这个是 2加1- 这个是2- 1加 这个是1加 1加 还有这个1- 关于这个 PGME的 就是所谓的 DNA RFAP分析呢 就是书上介绍了 这种方法 它上面有这个 所有的那种 所有的要做的那些 都有 就是包括它 那个引物的设计 还有什么 每一个那种选择 好 我们来稍微 来那个 讨论一下 这个方法 在这个外显值 4上的 723个简介会 发生 普遍 这个就是 1和2的区别 是吧 就是PGME是 AGATCC 那么这个 PGME2是 AGATCT 这个是一个 AGATCT 这刚好是一个 限制性类型的 就是BG I2的 识别的位点 那么 在这个外显值 8上面的 1320个简介的时候 发生了图片 这就是说 这个 加的TATG 变成了 减的CATG 那么 限制性类型的 它们的 NIA3的 识别性位点 刚好就是 这个CATG 所以说 根据这两个 点图片 它们被 那个 限制性类型 为识别点的 相互关系 来设计 它的那个影物 然后用 两种 限制性类型 来切 就可以获得 PGM I2型的 DNA分析 当然 谁们已经说了 用这种方法 就是1加2减和 1减2加 这个不能区分 这个大家要 要记在心里 这就是 我们刚才 刚才讨论 这种方法 首先我们看 怎么区别 1型和2型 那么 在这个设计 两个影物 这个影物的序列 书上有的 然后 在那个 它那个 图片的那个SMP 就会把它 包裹进去 那么这个 扩增出来的产物 PCR扩增产物 总共有 293个BP 然后我们 再用这个BGI2 去那个 消化这个 这个扩增出来的产物 就产生两个片段 一个是189BP的 一个是104BP 就产生两个片段 这个是在那个 这个是2型 才会被切断 1型它就是 仍然保持一个片段 就是说这个 AGA TCC 这个是 这个是不能 不能切的 只能是 把那个 AGA TCT 这种 有这个就是 比如说2型的那种 带才被切断了 那么 它加减的分析 也是类似的原理 我们设计的 这个影物 这个影物的 总长度 就是扩增出来的片段 总长度是 309个BP 那么在这个里边 这个TATG 这个是就是说加 或那个CATG CATG呢 是被这个是减 减这个是要被识别 然后就要被切断 那个TATG 这个是不能识别的 所以说呢 减就会是两条带 加只有一条带 那么加减的话 就是三条带 就是同样的 这个是2的 只能识别2的 2是两条带 1是一条带 2一型就是三条带 这个就是显示 1型只有一条带 它因为不能被切断 2型被切断两条带 2一型是三条带 就是刚才说 总的长度是293个BP 就是1型的 它的带不被切断 2型的被切成两个 然后这个加减的呢 就是加的不能够切断 然后减的被切成两段 然后这个加减是它的杂 或者就是两个带型 加起来就是三条带 这个是电涌的结果 但我们也说了 我们可以用那种 就是所谓的涌解除线PCR 我们如果把这个 我们不跑电影 直接把这个送去车 它的那个溶解除线的话 也可以把它区分开 我们现在继续学习这个 芝酶D 芝酶D是叫Esteris D 它的所写是ESD 芝酶是一类能水解 缩酸支件的酶 它在这个60年代以来 用人类红细胞解离液 电影总共发现了四种非特性的芝酶 也就是说它分别称为 芝酶A 芝酶B 或芝酶C and 芝酶D 那么我们只有这个 芝酶D 也就是Esteris D 这个发现有多态性 对我们法医学上来说 有重要的作用 芝酶D的基因结构 它是位于13号染色体上 长地的14.2区 那么整个基因的长度 有26个kilobase 也就是说千个核杆 那么总共有 这个芝酶D 总共有十个外闲子 虽然它成熟的那个多态 只有八个外闲子 但是它的那个表达 就是MR首先表达 有十个外闲子 最后在那个多态成熟的 加工的过程中 又去了两个外闲子 那么它的这个十个外闲子 编码了一个 282个氨基酸的多态 它的这个多态呢 它分子量 大概是31个千道尔顿 那么芝酶D 它的遗传多态性 比较简单 它就是有两个基因的 是一个SMP 也就是说 其中的外闲子 发生了单个的剪辑替换 导致第190位密码 发生了改变 就是它的那个 所以说它只有两个等位基因 一个ESD1和ESD2 那么这个 因为两个等位基因 所以它对应的基因型 就是只有1的存活值 和2的存活值 11型 22型和它们两个 杂活值 ESD21型 这个显示就是说 它那个Sungus 这种测序的 它的那种结果 这个D190位 就是说 这个是1型 1型它是 AGG 那么2型它是 AAG 那么21型就是说 AAG和AGG 这两者都有 这个是它的杂活值 自媒体的表现型 当然它因为它这个也很简单 就是说 这个是图例 就是说我们电影的时候 就是看见的那种表现型 它是ESD11型 这个是3条带 然后22型也是3条带 然后它们这个21型是这两个带谱 它综合在一起 中间有一条带 融合在一起 所以它只有5条带 本来是6条带 21型和22型都是3条带 但是这个21型的最快的带和22型的最慢的带 它们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它只有5条带 从群体预算学方面来说 ESD它的每一个 各个人群 它们都是ESD1的基因频率最高 但是其中就是白种人和黑种人 它们的ESD的频率比黄种人更高 我们中国人是黄种人 所以说ESD在我们国家有比较好的基因分布 在中国国际居民族群体中 那么它的2的频率是南方要比北方要高一些 也就是说在南方应用起来 它的居率比北方要更好一些 它的恢复排除率 或者说过程识别居率要好一些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显示了群体预算学的那种资料 中国是汉族 它的ESD0.667 那么它的ESD2是0.333 壮族 你看壮族是靠南方的 国家最南的广西的 所以说它的那个频率是最好的 基本上最好的之一吧 至少是 它那个是 ESD1是0.548 那么ESD2是0.452 那么另外这个 黎属族更好一些 黎属族也是在我们国家南方 在云南 它的那个是0.524 和0.476 奢取 奢卒是比较特有的 它的那个 ESD2的基因频率 比那个ESD1的基因频率 还要高一些 然后 维吾尔族就是 它的ESD1的基因频率就比较高 因为它维吾尔族 有少数的那种 西欧亚人种的那种 基因的混杂 然后白人 黑人或英国人 它的那个 ESD1的基因频率都比较高 2的基因频率相对比较低 好 我们这节目要暂时学习到这 我们下边学习它的分解方法 非常好 感谢观看